二老兄弟们 大金牙的欠我两根金条 二老兄弟们 我亲自给你送 这记账为事 这里发现我攻队了 让谁发现 说 你在哪 我跟鬼家里在乱文港有缘 谁学会发生 我说 我说 鬼子到了 前进 对 快 Ta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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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哥教练 你为什么不帮我 我刚刚救过你一条命 我不欠你的了 这是你自己找的 兄弟 八十八路 杀了我 但是九路跟我也没有关系 哥教练 救我 刀太快 你的血脉尽断 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快 那边 我怎么突然又不舍得放你走了 你值十根金条呢 哥 哥 今天是交代在这儿了 鬼教练 如果你还是中国人 你就闪开 让我多再杀几个鬼子 上路 老子凭什么闪开啊 难道你想像大金牙这种下场 我鬼教练可不是下大的 你给我让开 我不想跟一个亲人 还要同归于尽 是 你家 不管你信不信 我鬼教练不是什么好人 但绝对不是铁板汉奸 是 我坏事作戒 但信用不亏 今天说还你一条命 就还到底 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以后有机会再较量吧 我看你这个人还有救 跟我走吧 这一身好功夫 为什么要给鬼子卖命呢 我要吃香的喝辣的发大财 你们八路给得了吗 那是给不了 不过你记住 手上别沾血 就有回头路 什么回头路 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你不露了 你不露了 东家 东家 滤伯呢 为什么不抓住他 为什么不抓住他 你们这么多人都抓不住他 我怎么抓住他 你再不守规矩 我逼了你 逼了我 老子不伺候了 后悔无情 不要碎了 太军 为啥不碎了 我们要回李氏酒坊 宇波本来可以逃跑的 但是他一直用自己引诱我们 酒坊一定有问题 报告 什么都没找到 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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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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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看 老赵 老赵 这世年 大成了阵眼了 娘 我们得走了 他们要追过来了 老 老 老花 老花呀 我对不起你 出卖了你 我都明白 我不怪你 董师傅害了你 老花 真有亲自啊 可是咱没哪个夫妻啊 老赵 我被你 不 老花 我不行啦 你跟孩子 快走吧 老头子 我们一家子 要死 一块儿死 走啊 老花 走啊 你 想门天过海 掉虎离山 差点就被你给糊弄过去了 可你瞒得了别人 瞒不了老子情间大赦 老子最擅长的就是追踪和擒 你拿 快快快来点 咱们快点 中海 老子成全你 快 阿明 你快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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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呀 我也中枪了 你快让孩子走吧 阿明 你快走 姑娘 我们一起走 姑娘 还给我 这是李叔给我的 你快走 咱们走 我死给你看 走 上车 我 我们不行了 你快点赶紧走吧 阿明 跟赵梦好好过日子 跟我生个朋友外孙子 我不你啊 我不走 走 你放开我啊 你给我听着 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我死了 只有你去给大船链报信 那边现在非常的危险 走 我不想 我不走 你也能找到你啊 不要 别 阿明 阿明 别忘了你给亲生 给我们老两口上饭 老爸呀 我等了一辈子 今天终于老两口了 老张 我今天才明白 钱不是最重要的 可是太晚了 不管 咱们还有下辈子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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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除了炸装碎片的师傅 这次真的没有活人了 回特战队 是 王彪和孙义峰死了 回家里 严肩脱党 穿了逃兵 都是狗而已 死了 跑了 由他们去 但是 你怎么能放走 八路的情报站长吕波 对不起 本以为本操胜卷 但是没有相悍 他那么相悍 我早就跟你说过 吕波不是常人 长官 他身处中枪 我看离死不远了 长官 水上巡逻小队紧急报告 他们在三道湾 截获了两艘小船 好 这很有可能 就是八路的小分队 没想到 他们从水路过来 幸好长官 早有防备 去青梅定阵小姐 我们一起去看看 是 天忠 不要管吕波的事情了 你去盯着大城殿 有什么情况 随时相互汇报 是 按说早该到了 会出什么意外吗 不 应该不会 别着急 我这有眼皮老条 多踏实 看 来了 怎么就一条船啊 对呀 应该是两条啊 你啊 海边 我上面 嘴巴 怎么想要 早晨 你怎么干嘛 特别害怕 我怎么怎么去 不知道 啊 啊 你怎么怎么有 我没事 给我保这儿点伤口 好 吕大哥 我们怎么又回来了 鬼子到处找我们 他们绝对想不到 我们还敢回到这儿 所以这是最安全的 你娘 张神怡 都是好眼的 这个仇 我们一定会抱的 吕大哥 我要参军 替我娘报仇 行 我同意 阿民 你现在去找高队长 把这儿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她 要快 你不和我一起吗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哪儿也不能去 我们各走各地 快去 我现在就去打车殿 不 他们不在打车殿 来 本来是不能告诉你的 记住了吗 没问题 阿民 见到王紫月儿 把这个给她 吕大哥 你 你真的没事吗 我没事 这是我们传递 重要情况的暗号 见到她 跟她说 大四尉大尼雅 他就明白了 大 大 大四尉大尼雅 行 就这么记 好乖的暗号 我记住了 快去 好 没问题 是特务联一排排账 卢俊 走吧 走 老卢 好久不见啊 你们怎么才来啊 紫月 别动 先去找 老孙 别开枪 老卢 怎么回事啊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龙剑 你他娘的眼瞎了 我高风凉 中情 减 nuclear 大家也会不认识 AA 親友 抗风凉 要是连你也叛变了 我死也忍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有两条船吗 专家呢 祸呢 是啊 我 你还挺够意思 你先别说话 保存体力 不能泡太久啊 放心吧 连长 我们正捞着呢 怎么样 我没事 咱们的命根子不能丢 快 太好了 终于把这尊大神给请来了 长官 什么情况 遵循百分长官命令 我率领一艘炮艇 扩大了搜索范围 但是 在这里突然遇上两条沐船 他们抢先发动攻击 我放果断开炮 击沉一艘 逃跑一艘 沐船攻击炮艇 他们疯了吗 是的 他们没有重武器 但是他们挑进水里行程 散兵防线 掩护另一条船逃走 为什么不追下去 对不起长官 我们的炮艇受到重创 已经沉没了 怎么可能 不是说他们没有重武器吗 是的 但是他们有人携带炸药 竟然潜水游到炮艇底下引爆了 他们跳到水里的攻击 只是吸引你们的注意力 而他们水底下自杀性的攻击 才是真正的目的 是 属下无能 愿接受处罚 你干得不错 不错 不是还有特别的缴获吗 是什么 是 抬上来 长官请看 这是挂在船底下的 防守扬处网 都是 presentation 施连长 炮没问题 一点水都没进去 太好了 施连长 对 他就是军区炮兵连连长 石济春 他的师父说出来都知道 赵章城 就是大都河边 三炮救红军的炮神 赵章城统治 我军还有第二个炮神吗 我只说弄一门炮用用 没想到上级也太给力了 听说炮神技术神乎其身 指哪打哪 他徒弟出马 那轰掉一个特战队 应该没问题吧 本来是的 本来是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因为施连长的伤 因为施连长的伤 谢谢 哥哥 你oster figuredthat 你做 最爱用是八十毫米的 迫击炮炮架和作范 难怪他们要走水路 这么一堆铁家伙 只有藏在水下拖着走 才可能躲过我们的搜索 高风亮 还真是高明 请了这样一支骑兵 幸亏我们拦截到了 是啊 只要一发炮弹落在军火库里 后不堪舍息 这个炮弹的射程是多少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三千米 立东 特战队离大车店直线距离 其实也不过三公里 你是什么意思 在我心里 一直有一个劫没有解开 高风亮那样谨慎的人 在大车店破绽百出的时候 在大车店破绽百出的时候 为什么舍不得立即放弃 派边故事跟我们轴旋 现在我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大车店的定裂位置 非常合适 他们就是要在大车店开炮 袭击我们的特战队 八个 差点被他们得逞了 但本席炮还在他们手上 能有了炮架子和底板 他们还能不能发炮 从炮兵操点来看 这是不可能的 炮兵操点 炮兵操点 我们的第一人 什么时候根据军事抄点 和我们作战 我们应该立刻发炮 灭掉大车店 不仅仅是大车店的问题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快走吧 这样全都埋好了 到时候 这两一块砖头 都升不下 你说 咱这密室 都是咱亲手 一砖一砖给雷起来的 现在又给炸了 这 心里头不舒服 那为啥要毁电呀 咱们 咱们不是 已经把重要物资 都处理掉了吗 这密室 这密道 都是非常重要的机密 绝不能让鬼子知道 在建这个基地之前 我们已经做好了 毁掉它的准备 炸药就一直备着 那我明白了 就是不能让鬼子们 学会怎么挖地道 花儿 也不是因为这个 只要他们知道的越少 对咱们越有利不是 差不多了 先给撤过 那这件事什么情况 我们自己在安排室 客人就陋陋续续地在门 最近一个小时停电了 估计死光了 那些客人不用管 他们里面自己没有能够进 有 这两个 但是他们出去赚了一段时间 又回来了 他们去哪儿到了 对不起 我们跟丢了 这笨蛋 但我可以肯定 他们方向都是往西 而且他们回来之后 院子里多了个奇怪的东西 我向组长迷你去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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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发现的 就是他们从外边 转回来以后 一定有问题 我得回去报告班班长官 你们继续盯了 如果再有人出来 绝对不能跟丢 是 金公路 贡农街 城管小学 大宝粮仓 物言票号 这些地区立刻戒严 仔细搜查 你刚才还说高风量会在大车店开炮 为什么还管这些不相干的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 都是特战队方圆三公里内潜在的开炮点 必须严防死守 报告 走龙口来电 已经挖通过运货车 可以马上开通 好 很好 欢迎 小花和我 疏散中央文件 大虎正猛 你们俩赶快去找老夫他们 快 说什么时候文件 没啥说过文件 队长安排好的 为了保护小花安全 明白了 十连长 那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然后尽快把你送回去 任务咋办 我们武功队再想办法 胡闹 你们要是有办法的话 组织就不会派我来了 世界紧迫 快带我去法炮店 那还去啥呀 你这又没炮座 又没炮架子的 我师父的绝活 就是抱着炮筒子一起落 一样百发百中 连长 那条船没了 咱只有这一发炮弹吗 百发百中 那一颗炮弹就行了 只要能炸到 鬼子绝活库就行 高队长你不知道 这迫击炮首次攻击目标 一般至少需要四颗炮弹 一颗测距 一颗打远一颗打近 第四颗 才能确保命中目标 你是说 一颗炮弹只能壮大运了 壮大运也得试试 好 石连长 就听你的 咱就试试 还有人 我们的枪神 你不用管他 他无助不在 我们走吧 我背你 行 来 来 没问题 老夫堂在里边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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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乾什么 你干什么 我瘢了 けどID 你在哪儿啊 李大哥还等着你救他呢 老哥 你们一定要 他一定要在大学店 我跟你们说 我要是晚到一步的话 老傅可就栽了 这么圈啊 那可不 老傅 你要是真在那两个黑狗子手里 这传说一可成笑话了 咋可能啊 我是一开始看见 有俩警察 我就怕呀 这鬼子发现什么了 我想问明白情况以后再动手 要不然 就这俩小警察 我能弄不死他们 那人呢 都弄死了 咋可能啊 关起来了 绑在地窖里边了 等咱们走了以后啊 再把他们给放出来 队长不是说了吗 不是那罪大恶极有血债吗 咱也不要轻易下杀手 就像这样的 什么警察呀 办事员之类的 咱叫一叫一叫就行了 他害怕了 回去啊 能对老百姓好一点 是吧 队长说话总是这么有道理的 行行行 这个地方不错 就等队长来了 张文 队长他们咋样了 接的人没有 不知道 真想去看看 你别闹了 队长不都安排好了吗 咱安心等就行了 你看咱这几路不都挺顺利的吗 队长那更没问题了 队长那更没问题了 我猜啊 队长这会儿他们肯定接了行动队 正往咱们这边来的路上 但愿是这样吧 那他们来了 咱们咋整啊 我哪知道啊 听队长的呗 我现在最想听的 就是鬼子的戴药库放炮上 这回你算听着了啊 这炮上那可大了去了 隔着海 日本天皇他都能听得见 这天皇听见 他就得问了 哪儿放这炮上 这么大的动静啊 哪儿啊 太监禀告了 林哥皇上 是定西武功队炸了咱们的军武裤啊 什么 这版本四郎难道是个废物吗 赶快把他给我抓回来 我要开刀 问谁 那个 我就听说过这个皇上有太监 这是天皇 有太监吗 谁身边还没俩太监 对 哪儿都有太监 狐狸 等这个打完仗了 我觉得你可以去说书去了 光说哪行啊 咱那找有文化人 把咱那故事写下来 让咱后辈知道 咱怎么把鬼子给打跑 对啊 行了行了行了 别扯了啊 扯太远了 赵毛 那个 大车站那边啥情况 按照队长的安排 都准备好了 人员都撤干净了 炸药也都埋上了 鬼子现在赶过去 就是吃我们炸药去了 最好是板本带队 你知道吗 一锅都给他端了 那可真没准 他八十分得过去 咱们呀 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这小花呢 小花怎么安排的 我明白你画了啥了 还挺惦记的啊 去去去去去 咱得照顾好人家 放心吧 那个他跟那个王坤 回跟机队的 他肯走 就他那脾气 肯定要留下来 执行任务的 你还挺了解他 那你可应该了解队长啊 队长忽悠起来 从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你还挺了解他 不是队长要咋忽悠的 队长一本正经地跟他说 让他护送一份 极其重要的文件 还让他一路上 保护好王坤的安全 我跟你说 队长的戏啊 演的老真了 我都信了 你知道吗 那小姑娘骗的 每字字的就跟着走了 咱队长啊 又会骗人 好 骗得好 该骗就得骗 对 不对 狐狸 你这劲儿啊 有点怪 怎么 不怪 就他这劲儿我见多了 只要他一喜欢上谁 劲儿也得下 胡说什么呢 我是觉着 人家孤苦伶仃的 挺可怜的 人家哥哥都重来牺牲了 咱得尽量关心人家 照顾人家 咱得 行行 我不说了越描越黑 行 我不说了行吗 不容易啊 狐狸都会脸红 这可太难得了 老傅 你嘴下刘德 别忘了 谁 谁救了你啊 好 好 好 不说 不说 行吗 不过呀 咋回事啊 咱大家伙心里边都听住 狐狸 你急啥眼呢 对吧 这 这啥好事 是吧 我 我谢谢你们啊 咱能说点别的称吗 我就问你 你 你们能舍到大车店吗 你别打岔了 我没有是打岔 我是真舍不到大车店 反正啊 也别管 打岔不打岔 这个 你说我受伤这么久了 刚回来 这一回来吧 又要走了 我还真挺想大车店的 你说这大车店也没了 咱下一步该去哪儿啊 管他呢 反正去哪儿都是跟这儿队长打鬼子 咱下一站弄个小车店 也是 咱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对 不管去哪儿 咱们肯定得先回根据地报道 不是吗 那当然 队长不是说了吗 咱得回去休整 还得接受表彰呢 咱们鬼子的军后库炸了 那咱更厉害了 咱干了这么多大事 还得带大红花呢 带不带大红花无所谓 只要能回去就行 我只要一回根据地 我就身体休假 我也不多要 三天就行 明白了 你这是着急回去陪阿明啊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 安全到根据地没有 放心吧 吕队长都说了 就那条交通线 从来就没出过岔子 而且呢 这回他是亲自陪着去的 那更没问题了 对对对 那什么 赵宝儿 你就放心吧 我跟你说 除了咱们高队长之外 我最佩服的 就是咱们吕站长 是吧 有他陪着阿明 你就放心吧 啥事没有 你俩第一次见面 不是比过手劲吗 没吃亏吧 没吃亏 就是手疼了两天 这么厉害啊 我估计啊 他也差不多 跑不到哪去 这个能够跟你欺辅相当吧 这个人的力气吧 也不小 是吧 但是你看 这边他得跟分根深比 是吧 那当然了 你虎爷天神神力 不服不行 不过这吕站长啊 不光是力气大 功夫还了得呢 等回来根据地 我一定找个时间 跟他切磋一下 你呀 这脑子里边就知道了比武 你就不怕队长知道了骂你 绝对不可能 队长还想跟他过招呢 我们这些练家子的事 你不懂 是 我是不是练家子 那我使的是手艺和脑子 我说老赵 你这是回根据地 你到底是为了阿明呢 还是为了吕站长呢 你这说说就说差了呢 怎么 对呀 没差呀 我肯定是为阿明啊 那咋还需要三天呢 我得娶他过门啊 我给你们算的啊 第一天 我得给组织打报告 第二天 我得准备准备 第三天迎亲 三天 老赵 你没开玩笑吧 我少是开过玩笑啊 那个 阿敏同意吗 我在送他去酒坊的路上 在马车上说好了 送他的路上 在马车上 说好的 你们在马车上怎么说这事呢 我明白了 你肯定没干好事是吧 你狗嘴又吐出象牙来 是不是 我是狐狸嘴 你快说你在马车上干什么了 赵毛 我问你 亲不亲 说说说 亲不亲亲不亲 你 咋样 亲了 您不就想听这个吗 亲了 就说嘛 就说嘛 你说你亲都亲了 你不娶人家 赵毛 那个 我可跟你说 这个阿敏同意了 也不见得就能成 你知道为啥吧 你得向上面打报告 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 那上面 不一定就能批准你啊 你想还得考虑年龄军龄 这事啊 估计不成 那可不 要求啥呀 那 那我 我也没结过婚呢 我这我也没打听过呀 不过你 你回去问一下就行 但是 我估计是真没戏啊 无论如何 我得努玛丽 那个 赵毛 你咋想的 我咋想的 我这心里边就按你一个人 他心里边也只有我一个人 通过这回 大家出了这个幺蛾子 我算想明白了 这好事就不能等 谁知道明天会发生啥事呢 既然我们命中注定是两口子 就借这回回去休整 在根据地把婚结了 要不然 一间任务 又不知道拖到猴年马院了 行 各位爷们 我们支持你 这个部队上吧 它确实是有规矩 是吧 但是我感觉咱们这个武功队啊 和这个正规军 那还是有差别的 是吧 也不一定不成 是吧 对